第3次多解枪佛办公室第21号公告 第3次多解枪佛办公室第20号公告发出以后 至今照常有人不按128条之鉴去鉴定正与邪 又有很多人来信资讯 求证某某人不前或魔法师视证或邪好与坏的定论 其实第20号公告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你们自己的上师 你们与之相处 你们最清楚 办公室不再重复告知 至于有人说 他的上师另有说法 是特殊的 他学的是不供法 是第3次多解枪佛传的 也是认可的 在这里行人们要特别注意 第3次多解枪佛曾公开说法 128条邪恶见和错误之见 为十方诸佛供遵地 包含一切供与不供法 没有任何不供法 可脱离此见之鉴别 无论任何宗派 凡早借口不遵从128条之鉴的印证 皆是邪师或骗子 大家可想而知 十方诸佛都共同遵从的毅力 社会上这些尊者 法王 大伦坡前大法师之流 相比之下又算得了什么呢 又怎么能不遵从呢 也许这些人连最低一道硕士道师之都不是呢 至于圣德师之 唯一必须是符合六类师之之一类者 必须持有七十十证法师亲自的圣证书 除此而外 无论准事身份多高 都不是具备师之的圣德 至于圣德 必须是开顶者 首先是经何尺共证 按马来检查 而重要的是 必须在七师实证前 以孔雀毛悬头考核 若不能神事启用 即非圣德 也不会有圣证书 一切身份都代表不了圣证书 无论地位多高 没有圣证书就不是圣德 对于那些反对利益众生的行为 比如破坏报考文法丧失 破坏建立文法典的任何人 都是妖念行为 第三是多解枪佛 在法印中明确说法 说一切行人切记不可上当 仁波切法王尊哲法师等 必须以利益一切人 利益众生为根本 并且要明白 尊哲法王仁波切法师等 必须要文法 同样属于文法丧失范围 除非你考过关上绝道师之 文法丧失这个名词 并不是说就是精通佛法的丧失 但是一切文法丧失的功德 都是非常大的 他们具备优先学法的因缘 凡事不愿利益众生 无意愿报考文法丧失者 其人终生不得授予进行万定 可想而知 不争取考上文法丧失的行人 要开顶 要修灼火 要入三昧禅定 要与圣相达 及时大成就等等 那是想都别想的问题 因为这是进行独具之大法 所以要受到高级灌顶 快捷达到大成就 就必须首先成为文法丧失 第三是杜姐全佛办公室 2011年6月10日